12月中旬 今年的运势和去年相比有很大的转变 明显今年的运势要比去年好 还能得到吉星的必要 生活和工作中完全不用太操心 便能有不少的收获 吉星的必要 12月中旬开始福报最多 财神爷追着送钱 各种喜事事不请自来 必定能迎来金玉满堂 富贵多金的生活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性格都比较刚烈 凡事都追求做到最好 特别是在今年生肖虎的人 行事比较顺利 办事效率也会比平常提高 虽然他们在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 但是这些并不会影响到生肖虎对未来的计划 而到了一二月中旬 生肖虎被财神爷追着送钱 财运更是红的发子 不管是做投资还是谈合作 都完成得很完美 因此这这个特殊的时期里 只要生肖虎懂得把握时机 把全部心思投放到事业中 那么他们不仅有望行大运 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生肖蛇 生肖蛇12月中旬必有横财大发 金库爆满 他们的时机多多 最主要的就是财神爷的保护 让生肖蛇终究有了财路广进的好时机 商机无限 生肖蛇长期以来对质的奇迹终究有了很大的停顿 加上他们的思维智慧 时机到来 生肖蛇一定要抓住 从此生肖蛇走上了致富之路 生肖兔 肖兔人12月中旬扶运全开 发财大运滚滚而来的肖兔人 年内有贵人提携 发财大运驾着祥云而来 财神爷追着送钱 肖兔人一定会翻身做财主 财神下凡更是让肖兔人挺直了财富的腰杆 成就富贵有钱的土豪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